最近我們拍Netflix新劇 狗張孝全 劉子謙玩三角 你記不記得 在後台講過一個拍照位置 拍照位置 Change Change 各位朋友 這非常沒有默契的四個人 當你講好 誰嫌三子 來 Netflix首部華語原創影集 《追夢者卡斯》公布了 這陣容很堅強 當中最幼馳的演員是 會不會很緊張觀看 你看看你的左手邊這一台陣容 很多都是你小時候 《飛龍在天》的女主角 或者是騙康歌的原創者 都在你的左手邊 《飛龍姐》 來 靜雯 你這次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是阿成的太頭 可以透露嗎 你都透露 這個腳本怎麼哪裡吸引到 你願意這樣參與演出 抛呼氣質對不對 其實很配置導演 因為導演包括所有的劇本 都是導演自己寫出來的 其實是被導演吸引的 最終飛龍姐和張孝全 是一對有名無實夫妻 因為夏全在饒裡頓被他揭露了 我沒有去坐牢 我在牢外就是在照顧我的嫂子 你的工作是照顧嫂子 我的工作是照顧嫂子 照顧靜雯姐 這個接下來我就再再不再 最後就是你爬外愛上了嫂子 這個就不能透露 小萱那你叫什麼 你在戲裡面叫什麼 我叫白蘭 白蘭 對 哈哈哈哈哈哈 兩年沒拍戲的范小萱 劇中竟然飾演 這是一個 半刻的女人 導演的時候我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一直跟她在她確認 我說你 你確認嗎 我心裡的感受是性感的 哦在地上 我說你跟她肉眼看到就沒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說真的能夠在Netflix上面看到自己的作品 我覺得跟大家心情一樣很興奮 然後也真的是非常期待 華語首部的原創 能夠這個影集可以對大家看到